深夜宮廟旁的停車場 一輛轎車正準備離去 兩名男子接著追上 準備攔車 起之突然轎車忽然倒退 接著爆衝 其中一名男子就這樣 被活生生的被轎車給撞上 直到消失在信頭前 被車撞擊的男子 在被警銷給救出時 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和生命迹象 全身多處傷痕 警銷緊急現場搶救 無奈男子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送醫急救後人傷重不治 車禍發生後 警方隨即封鎖現場 因為整起事件有太多疑點 這個都有可能 這個還需要再查證 舉號晚間七點多 警銷接獲通報 基隆市這間公廟前停車場 發生兩輛車追逐撞擊撞到人 經過見識現場後發現 涉案車輛車頭血跡斑斑 疑似故意撞人 目擊者則表示 案發後有看到車上四五名年輕人 隨後拿著東西逃離現場 警方漏夜追查 凌晨查出疑似雙方 發生毒品交易糾紛引爆殺雞 已經連夜逮人要釐清案情 介助低聋嚴禁宇 介入報導